我们就再来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范例题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试试看 这个刚刚讲的部分再多多练习 那其中的话 刚刚有提到有关那个VPA里面Autofilter 这个方法蛮好用的 如果你将来要做查询系统的话 其实就可以利用Autofilter 哪一个栏你要给它什么样的条件 那下好条件它就自动帮我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其实就有点像可以把那个Excel当成是资料库做查询 那如果你要把查询结果自动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的话 另外一个工作表的话其实就点Copy 所以这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应用就可以做出查询系统来 OK 那这个我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不妨多多做一些变化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接着继续再看那个数学函数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计算那个热透仔的中奖几率的这个范例 所以请各位呢 再帮我开启那个热透仔的中奖几率这个范例题 那这个题目的话基本上也是来自于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当然 甚至你可以把那个 相关的全 就是全年度的资料通通下载下也OK啦 所以 假如 因为这资料都来自于网路啦 所以其实你可以结合爬虫 可以把网路上的资料全部爬下来 然后呢 再去计算它的几率 并且把排名也给列出来 那当然更好 你可以知道哪一个号码的中奖几率是最高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举那个101年 跟102年的中奖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是统计 到底101年 他的1号 开出来的 几率是多高的话 那最好呢 可以帮我显示成那个 格式是 1万次里面出现几次 这样的格式 是最好的 OK 然后把两年度的 几率合计在一起 并且 帮我把名次给排出来 最好是 直接列出那个排名好了 比如说号码那个 最好如果你刚好要 当成是 这个 参考的话 最好是可以把 前七个号码 几率最高的前七个号码列出来 那当然是最好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统计出那个几率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切到101年 这边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我们会需要用到的资料 主要就是 101年 跟102年的 第一道追览 那其实呢 它的规则其实蛮单纯的 就是6个号码 每一期 6个号码加一个 特别号 总共其实就是7个号码 那一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一起啦 所以 开奖号码 然后 这个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理论上是 7个号码 那 假设说我今天呢 需要做个统计分析的话 第一个啦 那怎么知道说 定义名称的部分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啦 101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 开奖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那如果要选到最底下的话 就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先 就是选起来啦 当然不包含上面的那个 栏位名称 那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刚刚讲过啦 定义名称 不过呢 定义名称有一个规则要特别注意 它的名称呢 不能 是 数字 开头的 比如说你输入101 比如说101好了 像这样子 Enter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这个不是有效的名称 因为不能 以数字当成名称开头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前面加一个那个非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前面加个开奖好了 或者英文也可以啦 开奖 比如说开奖10 当然你也可以打个A101也可以啦 我开奖101 然后呢 只要是开头不是数字开头的 都没问题 Enter 所以这个范围 就是开奖101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选7个 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选 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的话就开奖102好了 Enter 好 那我们首先 一样 因为会需要跨工作表取得这个范围 我建议还是定义名称 比较OK 那我们可以插入 在计算101年的几率的话 1号出现的几率 那我们可以conif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conif 那范围的话就f3 取得开奖101 这个范围 然后条件的话呢 就是1号 所以直接选1号就可以了 然后他帮你算 如果这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带过来这里 OK 然后去里面算一下 只要出现1号的 他就帮我统计 有就加1加1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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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算完总共17 也就是这里面呢是1号的 17次 按确定 当然我们 不是要算次数啦 如果你假设 只是算次数就比较单纯 谁比较多 如果我要算机率的话 那机率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除以多少 除以 101年总共 开出 的号码的 数量 那开出号码数量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用一个函数叫count C-O-U-N-T 记得 用count就可以了 countA 是算有资料的 count的话就算 那哪个范围 钱挂虎 那我们就要按F3好了 一样给他开奖101 意思说 帮我算一下开奖101里面总共几个号码 算完之后 假设693个 OK 那我们就 把他在除以 这个 这个 中奖的次数 把它打个勾 OK 那我们可以算出 他的几率 就是0.0245 31等等的 如果说我今天的我的格式 假设长这样子 小数点太多位数 不容易阅读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1万次里面 中奖的次数是几次的话 那我们可以 再利用格式 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 那 先点选分数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分母 假设 要 1万的话 1万次里面出现几次 这样的格式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只有100 那如果没有1万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先点选 100 然后再点自定 自己怎么样 补两个0就可以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格式 就产生了 本来没有 我自己补两个0 然后你会发现 1万次 就有 245次 OK 好 那按确定 向下填满 全部算完了 那102年怎么算 其实公式 跟101年 基本上只有差 名称 我故意名称是取接近的 所以我把公式贴过来之后的话 我只要把101改成102 101改成102 打个勾 那格式的部分的话 当然另外我们可以用什么 复制格式 把格式复制这个 这个 刚刚制定的格式 再刷一下这边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合计的话 我们比较简单 等于 这一次的 加上 这一次的 两次加起来的几率 那最后的话呢 算排名 排名的话 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用那个 统计类里面的 rank.eq R开头的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rank.eq 这个 rank.eq 那它会需要有三个参数啦 不过最后一个参数我们可以 第1个参数是 它的那个成绩 它的成绩是这个 总共 1万次里面 两年度的话是 451次 OK 然后呢 REF 通常是一个范围 范围则是 在哪一个范围 去比对 那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把 这个 Control 就SHIP向下 在第2到 第43之间 它排名第几个 Order的话呢 如果0或省略的话 表示是递减 所以我们应该是递减 应该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所以我们就省略好了 但是等一下按确定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 我们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这个第2 2会变3 所以记得 这个请你把那个2跟43 给锁起来 否则的话呢 你向下填满会出错 OK 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他就帮我把名试给算完了 另外顺便讲一下 其实呢 你这个范围第2到第43 你想说 假如老师 可不可以 不要 加上钱的符号 也没有办法 干脆定义成一个名称就好了 以后呢 给他一个名称 就像刚刚一样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实 如果假设你不要用 第2 到第43 你可以 把这个底下的范围 第2到第43 把它一样 Ctrl 向下 选起来之后 这边给一个名称 叫做合计 OK 然后呢 我们一样 就是 Enter过 直接在这边呢 把刚刚的 rank.eq 这个范围呢 改成什么 改成f3 改成合计就可以了 那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再加钱的符号 按确定 直接向下填满就OK了 另外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个第2的话 你甚至也可以把它改成合计 OK 不过你会发现 为什么用合计 刚刚不是指的是整个范围吗 从第2到第43 可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他就取一个范围的资料 但是如果他 这个 参数呢 只是取 某一个 这个数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但是如果你给他的是一个范围 他就取同一列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 他会取的是这一列的 一个资料而已 不会取全部哦 那当然 按确定之后的话 意味 合计 我把这个 Ctrl、Shift 我把这个范围 看 确认一下 这个范围是不是有 名称官里有 合计这个范围 D2 到 D43 那应该没错 所以再试一下 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 这边 F3 合计 这边 F3 合计 理论 这样应该方法OK 那算了 这个旧的版本是 这样OK 向下填满 异味 所以在旧的版本是 可以的 可是在新的版本好像会出问题 所以不然我们还是一样 先用D2好了 D2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向下填满 OK 请各位 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部分先分别完成 OK 试一下